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博洋医院咱们一个一个地查闹 比较费劲 动静也比较大 我想 能不能暗访 暗查 当然了 这得是咱们自己的人 临时说 让他为我办事 对啊 行 这事叫我了 我问你啊 这个抓亚路的事情你查得怎么样 你可是答应过我的啊 是 再查 再查 一直都在查 德局长 那我先走了 要抓眼啊 是是是 喂 我是靳轩 我女儿的眼睛能治吗 能治 当然能治 程记者 我谢谢你 还是不劳你大家 我还是请您把我的女儿还给我 我自己给她找医生 金先生 我也想把你的女儿还给你 程记者 不要跟我说这些用不着的 咱们都是明白着 我可以把救护给你 我不要钱 我现在只想要我的女儿 是这样 金先生 实在是不好意思 你的女儿呢 怎么跟你说呢 她已经被国民党特务劫走了 我现在就是想拿她 来换一次军舞 我都换不成 这个事情 程局长 她 我女儿还小 请你善待她 哥 他们现在什么反应 他们不但想要我的坐镖 他们还想抓我这个人 他们竟然想这么高业没关系 我们再想想办法 再跟国民党交易 拿到了钱 我招兵买马 我灭了她公安局 我一定要把我的女儿抢出来 喂 给我接侦人机队 吴正 是我 你现在马上给我查一下 昨天晚上八点五十分 我在医院逛号处 接的电话 是从哪里打来的 快点啊 万一孙忽宁今天没有去医院呢 那同样是有疑点的 不行 必须去医院看个究竟 报告 进来 局长 商会的送回张少年 好 警方进来 是 陈局长 你怎么来了 是这样 我刚到医院 发现小铃铛不见了 或是说你把人接走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先坐 来 我给你倒点什么 不用了 小铃铛她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什么意思啊 我昨天离开医院的时候 她不跟你在一起吗 我实话跟你说吧 昨天啊 她被国民党特务给劫了 那些特务不会对她怎么样吧 不会了 只是把她当人质 暂时还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不过这事你放心 她在我手上丢的 我一定会把她找回来 报告 局长 那个事我 你等一下 对不起啊 宋小姐 你稍微等一下 什么事 没事 出去吧 这就愣响了 昨天晚上 医院死了一个警察 那医院是不是已经不安全了 不会的 这个事 我已经派人全力追查了 即使医院里混进了国民党特务 也不会威胁到医生 还有患者的 我知道 有些事情不能问 但如果有什么地方 我可以帮忙的话 你尽管说 你放心吧 有事 我会找你的 好 我接下电话 好 喂 喂 局长 明喜啊 你说 电话确实查着了 电话是从苏家打来的 好 我知道了 以后像这种事情 你自己处理就行了 不用给我打电话 好吗 好 虽然电话是从宋家打来 但如果宋洪林跟劫走经营的人 有牵连 一定不会露出这样的破绽 宋洪林昨天从离开医院到打电话 中间隔了五十分钟 而正常情况下 从医院到宋家只需要半小时 剩下的二十分钟 她做了什么呢 好 你喝点水 谢谢 那 昨天你打完电话之后 发生了很多事情 你看 我的司机遇害了 小铃铛又被劫走了 都乱套了 对了 我那个司机遇害那个地方 离你家很近啊 叫 玉和巷 玉和巷 那是点小巷子 我回家走大路 不经过哪儿 不过听你这么一说 倒真是有些后怕 是啊 昨天你也回家晚了 我还担心她出了什么事情 我绕道去太枫棉 给我爸买了些红肠 她喜欢吃那家的 我应该跟你说一声 让你担心了 没事 只要你没事的话 那我告辞了 你再喝点水啊 不用了 我得回医院 还有事 好 你要有事 就先去忙 这边你放心 一有消息呢 我就马上通知你 但愿还能见到小铃铛 一定会的 宋长官 静灵呢 杨长官呢 报告长官 杨长官带着小女孩出城去了 出城 出城干什么 杨长官要把小女孩藏到城外去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们以为您知道 什么时候去的 早上九点钟 哟 你活的还是死的呀 活的 天黑就行 其实很简单 就是想让你们帮我们保管这个孩子 简单 我看这事不简单 共产党也在找这孩子吧 是 叔 正是因为找的姐 才送到您这儿来的 安归下来 事成之后还有一半 这区区几根筋条 就想让我跟共产党作对 杨长官 这买卖 我得颠颠颠颠 共产党现在就是腾不出人手来 就算你不想跟他们作对 反过头来 他们也会来收拾你们 但是话说回来 等国军来了 我可以包举你和你的兄弟们 整编成为正规军 发枪 发正 发军响 这话怎么样 叔 这都是为您着想 成 老板 先生 来点腊肠 好 来一斤腊肠 好嘞 我听说宋会长啊 宋老先生 也喜欢吃你们家的腊肠 可不是吗 昨天哪 宋大小姐 在我这里买了不少呢 好 那我就是有口福了 好好尝一尝 好啊 欢迎你再来啊 再见 好 郝董 我绕道去太风年 给我爸买了些红肠 他喜欢吃你家的 你回来了 你都知道了吧 你把小精灵送去哪儿了 二龙山呀 有个叫赵宝泉的毒鬼头子 人在他那儿很安全 现在我们就等 靳玄一个电话了 你为什么要把他送走 你成天就惦记给他换药 我担心你暴露 那你就先斩后奏 那怎么着 好 安家归处置我 没有下一次 谁啊 赵副局长 别来无恙了 周亚露 我知道你们要找的 那个小姑娘在哪儿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你别管 想要情报 一根筋条 现在就到卡丘莎咖啡馆来 我等你 好 这个情报我要定了啊 你就跟他等着我 我马上就过来 露露 让你受委屈了 一杯咖啡 露露 好久不见 你还是那么漂亮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露露 露露 我跟你说啊 我觉得呀 在这儿交易不太方便 咱们要不然换个地方好不好 什么地方啊 公安局 你说什么呢你 我 老师傲 你耍我是不是啊 是你耍我在先 我也是 我 我 老师傲 你放开我 你 快点 你 混蛋 怎么样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吧 赵鲁伟 你个王八蛋 谁王八蛋 老师好心好意地约你出来 什么好心好意 你敢骗我 你还给我靠着了 你给我解开 快解 快解 干什么呀你们干什么 周露露 赵鲁伟 你看看这什么地儿 这是公安局 你还撒大脱 赵鲁伟 好啊 你翻脸不认人哪你 说完了吗 我问你 那个小女孩 现在藏在什么地方 要 您就是长居 坐下 那小姑娘 在二龙山上 赵鲁伟的山寨里 你怎么知道的 赵鲁伟是我三叔 我当时就在山寨里 我竟然看见那小姑娘的 是谁把她送上去的 周雅露心里很清楚 杨景修是国民党特务的 这个情报 宋家一定会花大价钱来买 但共产党却给不了她几个钱 所以她决定对城墙隐瞒这件事 没看到 我看到那小姑娘的时候 送到上山的人 已经走了 你好我是宋宏林 宋长官 我们可以继续交易了 明天上午十点 你把钱给我带到 没问题 但你也知道我的工作很忙 这样 明天这个时候 你再打电话给我 我告诉你时间和地点 你们定的地方 我是不会去的 是吗 你女儿现在跟我在一起 我明天一起把她带过去 您看这样可以吗 我提醒你一句 不要再拿我女儿开玩笑 到时候可就不是 几条人命的问题了 这样吧 一个小时以后 您去趟五福茶楼 进门以后 右手边第一张桌子 我会在那儿放点东西 您看后再做决定 我女儿怎么样 你放心 她很安全 想要女儿 就拿坐标来换 好 我答应你 但是你们千万不要 吓到我女儿 我们不会无谓地 伤害一个小姑娘 我会把你女儿原原本本地 还给你 但你给的东西 也必须货真价实 时间 地点 明天中午十二点 你到太古街清平巷口 我会开一辆黑色轿车 在那里等你 我们直接去军火埋藏店 先业货 后方 我要先见到我的女儿 那是自然 我们会带她一起去 就这么说定了 原以为 金雨萱只是个为前奔命的 看来我们错了 终于摸这道狐狸的卖门了 好 爸 爸 家里有客人啊 我给啊 锦绣 你们可回来了 你们的朋友 都等你们半天了 事情不都谈妥了吗 你也太着急了 生意上的事我从来不往家里待的 那就是说我金某人 唐突了 是的 是 宋会长 见谅啊 瞧你这话说的 靳兄 你这个朋友虽然是搞古董的 但人不古董 我们爷俩有缘 聊得可好了 那都是宋会长对我的谈 金先生 货不在家里 我们明天看货好不好 您先回去 明天 明天 老爷 晚餐好了 好 金先生 晚上要得空 一块留下吃个便饭 恭敬不如从命 那晚上 我就陪您好好地喝两周 你们等着 我去拿瓶好酒去 那我今天晚上一定陪您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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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可爱的老人啊 你想干什么 你说呢 我警告你 不要打老爷子主意 你们怎么对我 我就怎么对你们 别以为现在 我们不能把你怎么样 女儿我要 金条我也要 上一样 杀你全家 好 好 真的是 GPS 每个小屋 每个小屋 哪个小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